好,大家好,我們剛剛介紹了三角形的相似 老師說過,我們要證明兩個三角形是否相似 你只要證明它對應角相等,或者對應變成比例 我們就可以說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那我不是常常提醒大家嗎? 為什麼?為什麼對應角相等它就一定會相似? 為什麼?你要告訴我為什麼? 老師講的每句話,你都要懷疑它,要證明 那因為這個證明有一點複雜 我們先從一種概念式來說明 如果你對這個證明想要進一步 正式的證明想要進一步深入了解 你試一下這種聯絡,因為這個太複雜 有一點複雜不是太複雜 我不要耽誤大家的時間 有興趣的人,私底下來跟老師說 好,假設這個三角形ABC跟三角形A珠E 他們呢,是對應角相等 如果是對應角相等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A跟這個A擺在一起 這個珠E翻到這個地方 勢必就會形成怎樣? 這個珠E一定會平行一下 VC 老師,你為什麼知道珠E一定會平行VC? 因為他說對應角相等嘛 所以這兩角是相等 這兩個是同位角 同位角相等 那我就可以肯定這兩條一定平行 對嗎? 好,那如果 我現在把這條線一直往下移動 同理平行移動 平行移動 平行移動 移動到非常接近這個VC的時候 幾乎要接近了 差一點點就接近了 那我發現啊 只要是這個 角A等於角A、角B等於角珠、角C等於角E 這個對應角相等的三角形 這兩個三角形 它的對應邊是不是也成比例? 當它完全重有的時候 是不是成比例? 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只要是對應角相等的兩個三角形 它的對應邊一定成比例 我們可以從乾淨思加來理解 所以如果你理解了 我們就接受說 以後我要證明兩個三角形是否相似 只要是對應角相等 或者對應邊成比例 那麼這兩個三角形一定相似 如果你對你正式的證明有興趣 私訊給我 我來跟你做介紹 OK 那 反過來說 它現在已經相似了 既然相似 但是就存在了對應邊成比例 對不對? 所以 我就知道 好 只要是漲價三角形 我就會等到什麼? 這個A珠 好 A珠比上AB 是不是會等於A1比上AC 就會等於租1比上了 租1比上BAC 這裡抄出去 會等於 朱一 比三 比四 對應編成比例 這個三角形非常重要 在這個地方 我們就稱為